大家好,我是柏川 这轮比赛是我对智晟 咋赢 找那也不如他好笑 口音也不如他好笑 甚至连山东的本土优势都没了 我跟化妆师说 我说把智晟捣吃得好看点 智晟说 哥哥 这多少有点杯水扯心了吧 我这么好开了 我今年34了 35在山东就是一个坎 因为过了35就没法考公务员了 年轻时候想着35岁财富自由 现在35怕企业裁员 我看脱口学大会5已经到5.2了 不知道效果文化还能不能撑到我35 而且这个年纪开始长小肚子了 我觉得长小肚子是因为长期受重力的原因 我就开始练倒立 就指望把这些肉留回胸上 然后人显得也挺拔一点 但这两天发现脸越来越大了 回想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真是意气风发 就找大公司面试 面试人坐在一块儿就聊 说我普林斯顿大学的 你呢 我说我山东科技大学的 他说没听说过 我说没事 我也没听说过普林斯顿大学 你这在国外算几本啊 他说我们学校是美国长青藤 我说我们学校还中国爬山虎呢 旁边还有个纽约大学的 我说我懂 就相当于济南大学呗 你一个地级是大学 我们山科都是省级院校 山东科大对标麻省理工 还有个莱斯大学的一张嘴就是 我们莱斯大学是美国德州 我说德州学院呗 最后还是录取我了 因为最重要的面试提问 你对劳动仲裁怎么看 我说什么是劳动仲裁啊 赢了 在大公司干了几年卷不动了 我就去了个创业公司 上班以后就发现 这个公司除了我 全是老板的亲戚 老板说把我当家里人 就是实话 因为其他人不用当 就是 他们还嫌令件群麻烦 直接把我拉到了 他们的家庭群 群名改成了 相亲相爱一家人和孟川 整个公司都不用暗自排备 就是按背排备 公司吵架十分混乱 怎么跟我说话 你是不是不把我这个 王总当二舅 我寻思这种 客公司也没有上升空间 就摆烂 老板还安慰我 说虽然我们是家族企业 但也不是任人为亲的 或者 你要是真不放心 你娶了我四姨吧 我这小白脸当时就红了 不过我还是拒绝了 这又不是职场 四姨服干好了 也不能升三姨服 我去那个公司第一次团建 就是给老板他爸过生日 我一分钱还没挣呢 先随了二百 但人家还挺体质 知道我没钱 说从工资里边直接扣 老板招我这么个员工 真的是给家人们 谋福利了 而且我们公司的会计 是老板的老婆 所以老板完全没法藏私房钱 我说老板我想涨工资 涨一千块钱 老板说行 给你涨一千五 但是你要反我五百 我说那你录音 要不然我没法 给我媳妇解释 然后你录的时候 就说我反了你一千 我们老板在别墅吃回口 员工餐缩水得很严重 唯一的一点荤菜 是辣子鸡 准确地说是辣子鸡架 鸡架捞出来 可以直接当标本 有一天看见肉了 我还说老板 你这是昨天没啃干净啊 后来人心涣散嘛 老板也带我们去寺庙 帮公司许愿 还叮嘱我们 说不能花公司的钱 许自己的愿 然后公司经营就越来越差了 我也没想到许愿管用了 然后发不起工资了嘛 因为仅有的不动产 就是老板的脑子 基本也没动过 老板就拿办公用品给工资 我在济南的家里边 到现在还放着一个前台 因为有用的 都让其他亲戚分走了 有后台的分有用的 没后台的分前台 我们家很大 大的能放下一个前台 我们家又很小 小的只能放下一个前台 老板还跟我说 说这个前台就是留给你的 这东西好卖 但你别忘了 卖出去的时候 烦我五百块钱 接下来大家 我是孟川